林肯这么做呀 这招都想绝了 给白人以土地 给黑人以自由 这是白人和黑人最想要的东西 土地和自由 给白人土地 给黑人自由 您只要交十美元的手续费 你可以在西部得到六十四公顷 也就是六十四万平方米的土地 十美元 你还可以分期付款 这块地你连续种五年 归你本人所有 东部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 驾着大车到西部去 寻找自己梦中的天堂 那个艰险的程度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个 美国的传记片 拓荒者 七个多小时那片子 我们大学老师上课是很随意的 上课把陆阳带往里一插 他就吃饭了 你愿意看你就看 不愿意看你也可以吃饭 别在时常碰上了 免得他尴尬 拓荒者 纯英文连字幕都没有 连字幕都没有 因为那种片子 就是中国可以 可能就是说 不会放 这等于就是美国那种主旋律电影 弘扬美国的主旋律史诗篇 七个小时 拓荒者 从1730年代 讲到大概这个一战前夕 那这就是美国的西部开发的过程 他当然有主人公啊 什么一家一家编 哎 这个 这家子 两家人 这个就是 加入这个拓荒的队伍 往西部去 走到一个地方 大车 咔 围一圈 女人们从车上下来 捡柴和烧火做饭 男人们都端着枪 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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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圆上站着 警惕的望着四周 地全是黄色的 植物全都这么高 长着刺 然后游动的是蜥蜴和响鬼蛇 远处放着绿光的是狼 偶尔跳出来几个脸上 刺着花纹的武士 给你一件 经测 所以他们拿着枪 要防止狼和花纹武士的袭击 对吧 然后 两个家庭 脱离了这个大部队 去一个地方定居 两家是邻居 一家有一个小姑娘 一家有一个小伙子 这个故事就发生了 这个小伙子向那个小姑娘求婚 这个小姑娘就问 你 那意思就是你靠什么养活我 你凭什么娶我 你们家存款够七倍数吗 有防守车吗 是吧 小伙子一指身后那片黄乎乎的土地 是吧 the freedom homeland 我凭着那片自由的国土 自由的家乡 我娶你 镜头快换三十年后 这片黄乎乎的土地 全是白色二层木板房 高高飘扬的新条旗 小伙子西装革履 这时候就像老伙子了 西装革履 是吧 这个这个落腮 白色的落腮胡子 是吧 来往的人都给他鞠躬 都给他鞠躬 这个这个这个 major 市长 是吧 镇长 然后一个真正的小伙子 骑着高头大马过来 带着这个这个警徽 就是警长 跟他叫爸爸 这他儿子 大儿子 是吧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镇子上面 二层的白色木板房 酒吧 法院 邮局 市政厅 是吧 然后什么旅店 什么什么全有了 那就说明这两户人家 把这个荒凉不谋之地 变成一个什么 镇子 再来的人就肯定定居到这儿吧 这边这儿有人先定居 那这帮人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发展 他们两家是最早到的 所以他们两家最先 在这个镇上地位怎么样 最高 再过五十年呢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旧金山 洛杉矶 就是这些这些个大城市 你想美国没有同仁堂的历史城 他有多少世界级的大城市 哪个城市的这个历史能超过同仁堂 对吧 能能能能能能能有多长 他这个历史 尤其在西部 西部开发就是这这一百多年的事 发展起来 所以美国这样一干 给白人的土地 还解决了他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举多得 最令人感动的一幕 就是在南方投降之后 对南方的处理问题上 南军宣布投降了 消息传到了美国国内 当天晚上林肯总统举行了这个国宴嘛 庆祝这个内战的胜利 总统夫人举杯铸酒 敌人已经投降了 这话刚一说 林肯就打断了他夫人的话 没有敌人 只有我们的同胞 林肯的夫人 也是这个千金小姐 跟那个克林顿的夫人一样 是吧 你要没有岳丈家的支持啊 你这个第一步 你迈出去是很难的 林肯 巨内是出了名了 那在光天化日之下 敢反抗他的夫人 这个对林肯来讲 是需要弥天大用的 那林肯他居然 没有 没有敌人 我们就是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同胞 仗打完了就完了 大家都是什么人 美国人 都是美国人 这事都完了 别记着了 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 向这个格兰特投降 俩人约好了 在农场的一间小屋 举行投降仪式 这个罗伯特李将军迟到了 你说你是来投降的 你还迟到 这个格兰特将军 带着一般文武 毕恭毕敬 在那等着自己的校长来 这个李将军来了 跟阅兵似的 穿着全套的军礼服 佩戴着勋章 反倒是这个格兰特将军 非常低调 穿着的战费 炮火硝烟 勋救的一股迎接 俩人见面开始聊天 校长您气色真好 是吧 您都挺好的吧 最近体重有增加吗 血糖正常吗 扯了半多小时的蛋 格兰特将军就不忍心 提这个让李将军投降这事 后来是李将军自己主动提 我就是找你来 不是投降吗 是吧 咱们拌拌手去吧 李将军把指挥刀解下来 递给格兰特 格兰特推回去了 美国没有人配接受这份荣誉 您留着他吧 你不要 没打算给你 就挂上了 挂上之后就说 好 我投降 我投降 我的前提是 全都是李将军跟那提条件 你不是投降来 我提条件 我的原则是 败军不受辱 我投降可以 你不能拿我的军官士兵 当战犯审判 以后都镇压反革命 排击以上全枪毙了 那不行 是吧 败军不受辱 马上特赦他们 全是合格公民 这个格兰特将军就手写了一份特赦令 当时马上印 印了两万三千多份 发给每一个士兵 有拿着回家 北军总司令签署的命令 你回家 不会有任何人找你麻烦 李将军说 我的兵能留着自己的战马吗 格兰特问为什么 那么老远回家 他能腿回家 他得骑回去 再说他回家 这马可以耕地 他们是农民嘛 可以种地 可以拉车 这个格兰特将军说 马可以留着 军刀和防身武器 都可以留着 手枪步枪战刀 您全留着 您就把大炮交出来就行了 因为你回家的路上那么遥远 万一有花魂武士跳出来怎么办 你还有刀有枪 你还可以跟他搏斗一番 而且打完仗了那么乱 有歹徒抢劫怎么办 你都可以留着 你看 这是对这败军 战后重建 先给南方拨款 先重建南方 南方的伪总统 按我们的话讲 戴维斯 判了四年刑 这是头号战犯 戴维斯 人民公敌 戴维斯 四年刑 做了十个月 特赦出狱 成了一个桥梁工程师 因为他本来就是西点军校 工兵科出身 是吧 叛军总司令 罗伯特李将军 好像都没坐牢 成了华盛顿大学校长 这个大学今天叫华盛顿 李大学 是美国的长春藤大学 是吧 校长 大学里有李将军 横刀越马的雕像 他这刀壳要砍谁啊 要考林肯 对不对 有他的雕像 西点军校里边 有雕像的美国军人是四个 罗伯特李 格兰特 巴顿和迈克阿瑟 美国的四大民族英雄 第一个就是叛军总司令 罗伯特李 南卡罗莱纳州的首府 南部邦连的国旗 一直挂到2002年 一直挂到2002年 红地交叉的两个 这个蓝十字 上面十一个白色五角星 一直挂到了2002年 所以你可见美国人 对这场内战的态度 打完完了 大家都是什么人 美国人 这事别再揪了 别再揪了